今天的股市,全了,大盘这把身B绝活,连仓LF也相形见处,模型的大A股,别人家股市,炒股需要钱,告A股,是要命啊,电中型通讯都涨停了,这个票的意义大家都懂,虽然不能确认A股一定涨,但可以放下恐慌了。 主地浪基本上宣告结束,固执今天比前几天有看点的在于两方面,量能少许放大,而收出了,前面几次都没能收出的涨下营,有经验的股民都知道,低点不一定就必须是长下营,但长下营通常都代表着阶段性低点,我们看看过往的几次阶段性低点莫不如是。 既然V了,咱们说一点实际的,一,目前欠缺的知识护质和创业版来一个共振,前面几次护质都未能收出涨下营,共振自然迟迟没有出现,今天的长下营让我们见到了这个契机,至于创业版,已经从底部抬升了很多了。 二,可能很多朋友注意到了,今天虽然V起来了,但午后指数的长幅并没有以往任的时候,那么酣畅淋漓,那么急不可待。 7月6日,美迪的克服靠谱将会公布关税名单,流动性的雷阶段性过去后,这个雷并没有爆掉,这才制约了午后护质的反弹强度,因此看护质的朋友耐心等6号之后吧。 今天真是太选了,蒂哥本来要低吸三连红服,准备挂单,自11.05的成本,就是这么巧。 这时候来了个电话,压了电话一响,难道这是个信号,不让我买,结果,收盘一看,如果到时买了,今天就要被套两毛五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G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